我們現在大家怎麼觀察 這裡頭確實背後的淫武者 都是中國的政治力量 以及某種程度經濟力量 台商的錢也是一種經濟力量 只是說很悲哀啦 很悲哀就是說 台灣這批人吵吵鬧鬧談談打打 最終他們真正的大老闆 都是國台辦 都是習近平 我母親常講 感謝共產黨把我們打到台灣來 我那些親戚沒有被打到台灣來的 在所謂的新中國之下 他們是標準的政治殿民 什麼公職都不用考 絕對政審通不過 為什麼同樣的家族會有這樣的結果 就是因為我們被共產黨打到台灣來 還好有個台灣 讓我們能夠跟共產黨隔海而至 剛才我們大概談了半天 很明顯嘛 這一局就是中共在玩 中共在玩的目的是什麼 他不是要救國民黨 國民黨在他眼裡算 對不對 他這一局他是看 誰有可能讓國民黨加持以後 他有可能會贏得這一局 在他算 柯文哲有這個可能 四年前他就已經看中柯文哲了 只是有了韓國瑜把柯文哲給洗下去了 這一次他又命中 所以自從侯友宇講說他可以當副手以後 我跟各位講 我真是坐立難安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女兒每次笑我 你是跟太監一樣 你誰選上你就當 什麼官員也不會有你嘛 什麼好處也不會有你嘛 你緊張個什麼啊 我緊張什麼啊 我緊張是我媽媽啊 感謝共產黨把我們打到台灣 讓我這一輩子活得安安穩穩 不會像我大陸的親人這樣子 被被糟蹋啊 被淋滅啊 結果如果因為我們守不住台灣啊 讓我們的子孫後代 淪落到他們那樣的一個下場去 我真的不甘心耶 怎麼能夠這樣子呢 沒完沒了啊 我不會罷休嘛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看 台灣多次民調 現在反對統一的超過百分之七十幾 甚至主張台灣要獨立的 已經過半了百分之五十幾 這些民調是一二再再二三做了以後 得出這樣一個結果 但是如果按照他們這樣所謂的藍白河 得出來的結果 他們很有可能啊 會贏得總統大選 也很有更有可能會立法院啊 加起來他們變成他們過半 後果是什麼 你看看 昨天啊 藍白達成四項共識 嗯 我告訴你 那四項共識 不要看他啊 講的啊 這個啊 很有道理的樣子 講穿了 就是自我弱化 自我分化 這就是過去啊 這個啊 什麼的啊 就是 眾見諸侯而少其力 這個黨 那個黨一大堆啊 沒有啊 這個一黨獨大的時代 過去了 過去對誰好 嗯啊 就是讓你很多小黨 然後讓後面的人好玩弄嘛 結果你就這樣子 就要把台灣拉回中國懷抱去 嗯 啊 讓中共可以達到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 嗯 兵不協任 就把台灣拿下來 啊 連美國都沒得吭氣啊 而且我打個岔啊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戒選操作 今天徐純英如果可以進去立法院 他就是共產黨借殼上市民眾黨的成功 對 然後今天呢 中國的代理人可以進駐總統府 就是中國政治力量借殼上市台灣的成功 所以我要問柯文哲 嗯 啊 你良心何在 你不要以為說你有什麼病 啊 你這樣子啊 就是在出賣台灣 你你這樣子就在害了我們台灣的子子孫生 嗯 我跟你講 我最過意不去的什麼 啊 那些沒有沒有 啊 沒有全力投票的 嗯 那些小孩子 嗯 如果我們這樣搞下去的話 最後承擔後果的 是那些啊 今年來五歲六歲 七歲八歲 十幾歲的小孩子啊 嗯 啊 他們何故呢 啊 被你們這樣子 把台灣又關回了中國那樣的一個數字牢籠裡面 嗯 你看多少台灣人到中國憑他殺 憑他啊 怎麼樣靈略 怎麼樣子來來來對付 啊 都不敢坑 欸 我在跟你討論 而且我認為柯文哲不只出賣台灣 出賣他的政治初衷 他也出賣民眾黨 他出賣陳志涵 林真語 黃靖瑩 這些傻妹 因為許淳寧才是你們的代理人 我啊 跟我們大姐這個年齡 坦白講 今天這一些變化 對我們來講 影響不大了嘛 啊 因為我們都已經到了古西之年 嗯 真正的 我真的擔心說 不要我們的那些 啊 小辈們 啊 我們今天 幹的蠢事 嗯 幹的錯事 最後 讓他們 付出了人生的代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